台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遭到空前的挫敗 國民黨原本在台灣六都十六縣市的執政佔十五席 選後只剩下六席 台北市市長一職 十六年來都是國民黨人擔任 這次也由無黨派人士勝選 按照慣例行政院長辭職 內閣也總辭 週一台灣內閣全體成員最後合影留念 預計當局很快會宣布新的行政院長人選 然後任命新的內閣 一次地方選舉結果突顯了一直撤發 與中國大陸加強關係的馬英九政府越來越不得人心 馬英九目前也受到辭去國民黨主席的壓力 不過黨內辭職並不意味著他必須辭去總統的職務 台灣兩年後將會舉行總統大選 之前馬英九不可能會推動目前陷於僵局的 與大陸的貿易談判 成千上萬的台灣年輕人 今年三月佔據立法院 抗議與大陸的貿易協定